看着器型非常简单的一把椅子 但你想把它做好 那可不是一般的难 特别是像这一种名家收藏的 我们要把它纺织出来之后 跟原版相似度尽量的接近一致的 就需要对名师家具的敏锐触觉 而且对器型有一定研究 和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追求 才可以做得到 这一个被王老称为无上精品的大善乃 我们当初在做它的时候 不是说单单从王老的书中描述 所能够触达到 而是多次去上海博物馆 每一个细节都把它看清楚 仔细想清楚 比如说我们这个扶手 为什么这个扶手它的一个弧度非常的小 原版粘斑块的制作 弧度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它的扶手它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它底部的一个脚称 步步高的一个创作手法 而且你看它脚称 还用了大木梁的一个手法 直接全部穿透 韵味十足 整个的扇面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当时仔细地做过一个分析 大扇面突出的这个弧度 到底该突出多少 该怎么样跟后面的能够非常的协调 其实美学的极致就是协调 大扇南在上海博物馆原版的四把椅子 它后面的浮雕牡丹雕刻 每一朵都不一样 而我们选取的这一朵可以看出来 多层绽放的这个牡丹花 花开正艳丽 永不败露 这就是经典的气形 要把每一个构建 每一个细节研究透透的 然后才敢来进行一个制作 这样子做出来的家具 不单单只是一个我们使用的作具而已 而它能够流露出一些艺术品的气息 让它经典永流传 感谢观看